Coco早餐 Coco's VIP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今天呢是礼拜四 我们的VIP人物专访为各位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政治人物 因为他来自一个绿色直升的这个铁血团队的地方 突破重围非常不简单 他的名字叫做林国正 现任的高雄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国正早 Coco姐早安 好非常谢谢 国正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不只常常一起上节目 我们也可以讨论很多事情 国正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有两个小酒 但我不会喝酒 酒量不好 你真的不会喝酒 酒量很差 我跟你说 因为其实你在 为什么今天要请国正来 一方面是我们希望从国正的评论跟观察角度来看 南部的这个政治生态 第一点 陈菊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南部的这个共和国的首脑了 第二 你的选区非常特别 是 前镇跟小港 是 自从前镇小港 绿营整合之后 很多人说那林国正麻烦了 对不对 你在点头你要讲话 是因为广播看不到 我想说 克罗姐对我的关心 其实也是很多人对我的关心 很多人这样问你吧 那这个问题很多人来问我 但是他们可能对我的背景不是很了解 其实我已经选过两次立委 是 对我在七年前就曾经单独一对一 跟谁打 那 真招我出来 那我们国民党还分裂 嗯 真的吗 刚刚克罗姐讲到一个重点 就我是小港前镇的立委嘛 对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前镇区党部 嗯 的常委 就是现在的主委 嗯 是一个高中的校长 嗯 还跳出来选 哦真的吗 是啊 所以国民党的分裂 国民党在那边已经是 克罗讲到的 就是国民党长期在小港前镇 就是一个绿远大渔兰 他当时他是这个啊 退出国民党参选啊 代表来赢啊 他也没有退出 他也没有退出 就直接去参加了那个所谓的 危机参选 哦 哦 这国民党现任的常委 就是现任的主委 哦 那投票的结果是这样 得票率的结构是 对手民进党的郭文成当选 他拿51% 哦 那我那时候只当了三年的议员 嗯 我出来选拿了46% 呦 他才拿那个 另外那个人才拿了4% 对4% 哦那你蛮强的耶 所以其实我曾经跟民进党做过一对一的对决的选举 嗯 那上一次的选举里面没有错 民进党确实是因为他分裂 那我的票数赢过另外两个陈志忠跟郭文成 为什么很多人对你的印象是来自于郭文成跟陈志忠嘛 他们的绿营分裂 所以为什么最近很多人都说 哎呀林郭忠委员麻烦了 这个选举太艰辛了 那在签证小港第一是绿党啊 像我的好朋友你也是你的好朋友吧 郭正亮因为他是小港人他父亲他还在住在小港 对他一直说那个地方是绿盘大的不得了 这个如果绿营整合林郭正委员就很困难啊 这个下一次选举 可是国阵私下充满信心 那上次是呃 陈志忠郭文成分裂你当选 那这一次陈志忠退选 郭文成也没参选 是那绿营整合成功 是很多人几乎就用这个传统的观念认为 糟了糟了 你一定很难选上 所以我刚刚也点到这个问题嘛 就是现在陈志忠的支持者 跟郭文成的支持者一定跑到赖瑞隆那边去吗 哦你那么有信心啊 所以因为我在三年前的立委选举 我们做过一个民调 我委托偏域的三水民调 连续做了三次的民调 在选情一个月 那做了一个民调里面其中有很多的细项 其中一个细项说你 郭文成如果不选 你第二个支持的对手是谁 我在郭文成的支持者里面有将近四成的支持者是挺武 第二我优先人选 同样如果陈志忠不选 你会转向支持谁 我竟然有三成半左右 所以不代表说 今天他们两个都不选了 这些票都会集结到哪里 就是绿营的某一个候选人身上 我觉得这种状况里面 可能大家对过去整个小港前阵里面 他们熟悉的不一样 我连续选了两次立委 这次是第三次 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我也做了一个很深入的分析 就马赢九在2008年跟2012年的总统大选 在我们小港前阵的那个民调里面 我每次做立委民调 同时会做总统大选的民调 每次挺马赢九的支持者 大概有将近15%到20%是挺郭文成 哦 是啊 那让我很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马赢九的形象 从学历啦 问证 过去2012年跟2008年那时候的马赢九 他的支持者里面的中间选民 或是偏南南郡的选民里面 应该会投一个比较高学历的人 但竟然有15%到20%是挺郭文成 民进党郭文成 这是每一次做都是这样 后来让我感觉到一个东西 我深入分析里面就是说 南部的选举跟北部 北台湾的选举不一样 南部的选举是种人情味 种什么东西 种基层 种拨拨 所以郭文成前立委 他在高雄夫妻两个生根很久 生根了快30年 所以很多南郡的支持者 他是受过他们的服务 那受过他们本身家里的分商喜庆 很多的庙会活动 他们都是有出息 共同去共襄盛举 所以每一次做出来的支持率里面 就将近有15%到20% 所以来看一个选区的选举里面 像我们这种立委选举里面 第一个 你不能拿县市首长的选举来对比 那大反应是个因素 但是候选人是不是生根 这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所以这是你在 明年的立委的选举当中 你比较有信心的地方 是因为赖瑞荣跟陈信瑜 对你来讲 这个对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搞不好高雄市议员出身的陈信瑜 对你来讲威胁力还比赖瑞荣大 如果从我的幕僚告诉我 他们的直觉 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也会问我 谁比较好面对 艺远是真的难打 因为他基层服务更细 因为陈信瑜艺远跟我一样都是从 十一年前从私议员之后一直当到现在 对 所以小港前镇将近一百个里 每个里都有我们的足迹 每一个里的叮叮叉塔塔的人脉 我们都有共同的朋友 他看到了每一个里长 或是过去三届五届的里长 他可以直接叫他名字拍拍他的肩膀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个互动的动作 跟另一个 可能对地方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心人 那我是觉得说民意代表出来的 他在地方还是有他生根 第二个 陈信瑜总是在初选过关 民进党的陈局市长也会挺他 所以会整合的比较 这个绿营整合的更为坚固 民进党市长不可能不去支持 不支持他自己党提名初选过关的候选人 所以是不管是赖瑞隆出现 陈信瑜出现 或是当时候的陈志忠参与党内初选出现 我想陈局基于整的政党政治 没有理由 不去全力挺他自己民进党的初选候选人 所以赖瑞隆出现 对你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松一口气 也不是松一口气 赖瑞隆本身给我的一个压力是 他是我台大国华所的学弟 我跟他很熟 我在高雄市议会当七年的市议员 就跟他认识 他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从基要人员出身 他其实以前只是一个基要 小基要 他是在陈局市长当选市长以后 把他安排在金花局当专门委员 那后来我离开议员当立委以后 他就出任新闻局的局长 那后来当任所谓的海洋局的局长 那这个人本身算是一个比较谈政策理念的 因为他是我台大国华所的学弟 那我们在议会或是我当立委 他在当新闻局跟海洋局局长 我跟他都有互动 算是一个蛮正面表列的一个候选人 他的出现对我而言来讲 我要更用功 因为他是一个可以深入探导 政策取向的一个候选人 但是选这个立法委员 不是以基层深根 这个东西是他比较 他比较不利的地方 但相对的 因为他当过政务官 高雄市政府的事务团队 所以他可能跟事务里面的行政资源的动员 在法令允许以内的行政资源的动员 这个东西里面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好 这个国政充满信心 因为林国正委员在高雄前镇小港区 打的是艰苦战争中的艰苦战 因为明年的选举 不管是总统或是立法委员选举 国民党必然是一个艰苦战 对不对 大环境就已经不了 南台湾的最深域的情绪 人家还以为你会落跑 要我都吓死了 这个枪林待雨的情况之下 国政面对前镇小港的整合层之中的退选 然后现在问题是他叫赖瑞荣 但是人家都说他是花妈人 花妈现在是全台湾第一名 他的民调还超过客观折眼 你怎么打呀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好吧 来看看国民党在高雄 现在就两席立委嘛 你跟黄昭顺委员 你们现在要初选吗 我们没有 我们已经提名了 艰苦选区已经提名了 我是艰苦选区他不是了 他不是艰苦选区 但是他没有其他人登记 你是艰苦选区所以你已经被提名了 是 好的那林国政要打这一场非常艰难的选举 那国政是从高雄市议员起家吗 是 而且是从上次那个会选案之后 对我93年从高雄市议会议长会选案 高雄市议会44个议员有17席被解职 你才去逮捕选举的时候 对上来 那个时候里面我才第一次踏入政坛 以前在干嘛 但是我以前是高雄渔会7年的总干事 在前镇 所以我跟小港前镇有相当多的渊源 好 那国政要给我们第一手观察 就是南部的政治生态是如何 那高雄跟台南 他观察陈局的人马 跟观察这个赖清德这个人 应该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你怎么看这个明年的 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的状况 我们今天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你所收听的就是高雄早餐 今天我们的VIP是 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林国正委员 欢迎收听高雄早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高雄早餐 节目每个礼拜四 我们希望能够做VIP的专访 谈当前的重要的议题 也对这些我们所访问的对象 他的特殊的角色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林国正委员 他是国民党的监困选区当中的监困选区 是高雄前镇小岗所提名的立法委员 明年1月16号的候选人 他是现任的立委 为什么赖瑞荣这么厉害 短短的十几天当中 陈子忠一退选 他就在花妈的加持之下 就可以在初选里面就脱颖而出 就打败了一个耕耘的非常的深厚 然后还是谢长廷人马的陈信瑜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赖瑞荣太厉害了 国正你要怎么去对打 在我个人感觉 这场选战持平而言来讲的话 很多人认为说 陈菊市长动用了很多的资源 去挹注赖瑞荣 才十几天的初选里面 打败了一个十几年生根的 一个议员候选人 其实我不这样觉得 持平而言来讲 我在小岗前镇 我的人脉很深厚 那我自己除了当11年的民意代表以外 我当了7年的前镇余会的总干事 其实陈菊市长 这次没有很大的行政动员 我跟他有很深厚的交情 我在高雄市议员任期之内 跟陈菊有一定程度的互动 那我所了解 大家在这选举过程里面 其实对他有很大的误解 陈菊并没有把所有的民进党的系统 去做一个彻底的总动员 这场选战里面 陈志冬退选 陈志冬讲说他赢过对手 将近10%到12% 那我报纸讲是10.5% 就我侧面的了解是实话 但他这个赢这10.5%是赢谁 是第二名的陈志冬赢第三名的赖瑞隆 10.5% 他当时是这样子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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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fault 根据他 albo他们里面另外一个对手 陈欣寅他这样的心屋搞 这样表述 好 那陈欣寅里面 他的民调大概是赢陈志冬 大概12%到14% 那他为什么会到处赖瑞隆 对对对 那我现在跟Coco姐分析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问题 赖瑞隆是10% 陈志忠赖赖瑞隆12% 所以等于说陈志忠的民调 就是12%加赖瑞隆的10% 就是22% 那陈信宇如果是赖陈志忠12% 所以陈信宇大概就是几% 34% 22加12 所以一个34个陈信宇 一个22的陈志忠 跟一个10%的赖瑞隆 陈志忠退选了 但陈志忠全力力挺 赖瑞隆 赖瑞隆 所以陈志忠的那 那22%里面 我们不要讲100% 移转过去 你讲7成好了 三成未表态 认为说陈志忠不出来选 他们很生气 但有些7成是跟着陈志忠走 他去挺了赖瑞隆 那22%的7成就大概是15% 15%加上赖瑞隆 原来的10%就是几% 25% 那25%的赖瑞隆 就对上陈信宇的34% 那还输9%呀 对 那9%里面对我们 政治人物里面很清楚 9%大概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就是5% 心理议员犯了一个 很严重的错误 他的助理去花妈的市长是贵 你觉得这个是他 这个事情是重创 他的初选里面 他的在选战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心理议员第一份的工作 我们初步的了解是 陈菊当任社会局局长的基要 他的基要 对对对 那 信宇议员或许不了解 他的助理要去花妈的市长门口贵 但是这一贵 贵是发展到最后了 因为这个助理前面有批评过花妈 对 这几天其实在这个一贵之前 赖瑞隆的民调都远远落后 那个陈信宇 这一贵下去在高雄引起华蓝 认为说这个贵对陈菊市长里面 你可以对花妈的初选过程里面 有所不满 你可以开记者会 或是你要道歉的方式也有很多 但你跑到人家官署的市长室门口贵 妥不妥事 你刚好让媒体 本来大家不认识赖瑞隆是A是B是C 媒体一个钟头 你无形之中就帮赖瑞隆去打了什么东西 知名度嘛 而且赖瑞隆又跟花妈画上了 很密切的很好 那花妈的支持度就会过来 就会抑注嘛 再来跪了两天以后 那戏女的算是他们谢系的派主 谢档亭前市长有讲述 机关枪对付小猫 这个东西也就变成说派系的对决 那结果派系的对决里面现在 菊姐在高雄市的民进党派系是一派独大 是如日中天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本来大家认为说还挺中间偏绿的 或是怎么样中间选民还是挺心理议员的 突然之间在这两个事件的一个发酵之下 几乎不是因为挺赖瑞隆 而是无法去接受 第一个派系的对决 而无法去接受这个一跪 那就把那个什么民调去转向去支持赖瑞隆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他才脱颖而出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跟康儿姐报告 赖瑞隆重视赢了 但是陈信宇还有将近28%的支持率 赖瑞隆只赢他将近4%多 代表陈信宇在11年来在高雄是相当相当的深刻 所以你准备把那28%抢来 我想说有很多会支持我 我跟你讲 刚才国阵讲这个过程里面 我发现未来的选举在高雄 我觉得你的战术是绝对不会去批判 或是对冲陈局 对不对 我跟康儿姐报告 在气爆事件时候 很多人直接把焦点放在陈局市长 但我从来没有 还说他在睡觉 你没有看过我讲过一句这个东西 我想单位一个市长 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他自己的当市长的任内 发生这种事情 你可以说他的团队 或许说在横向的联系不足 其实第一个让他四个首长下台的是我 是因为我把资料公布出来 你把内部资料 你把底下一点东西拿出来 但你看我只针对市 从来没有去针对市长 因为我跟他在议会有交手过 我认为陈局市长在高雄算是一个很认真去经营这个团队 我曾经有机会跟他单独 我跟他在议会共事将近四年 我跟他只见过单独见面两次 因为我认为我是国民党市长 我不会去找他 一次是什么 为了反毒 为了毒品反毒 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反毒大使 然后到台湾 透过三大级教会 透过我 我带他们去见市长 第二个是陈局上市中风完以后 想跟我见面聊聊 他跟我谈到很多他对政治的看法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没有一个市长希望在他人内发生 像气暴这么重大伤亡的事情 这是可能是一个天意 或是一个疏忽 或是一个监督不足 横向联系不足 但是我觉得我在过程里面 完全是就事论事 我觉得南部人不喜欢去 尖酸刻薄的颜值 可可姐你看到这次的赖瑞隆的初选里面 到最后两天陈局没有站出来 他的脸书破出一张什么 他颇受委屈 什么叫机关枪对着小猫 听说陈局到了阿里山去 到山上去 觉得说自己也蛮委屈的 那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内幕人认为说 持平而言他是受到委屈 所以陈局不是故意把赖瑞隆抓出来 去打陈希宇 不是 我侧面的了解 他不是第一优先男选 赖瑞隆不是 陈希迈啊 哈哈哈哈 外传啊 外传了 我也证实了好像陈希迈 还有第二个人选 郭忠亮 那个只是另外一个派系 郭忠亮是另外一个派系 想要推出的人 高雄市政务跟现在的高雄市党部 总共大家去找了四五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陈希迈之外还有 对对找了四五个人 那据说是因为这是劝退陈志忠的方式 对不对 因为只有陈志忠劝退 他们才能整合 然后这个要劝退陈志忠 那有一种说法是陈水扁 他们可能接纳的人选比较重要 也不是 不是这么复杂 其实这次来讲 陈志忠不是被劝退 他自己发觉不对劲了 我在高雄基层所获得的讯息里面 大家认为是陈菊去劝退的 但我得到讯息好像是陈志忠在过年前 听说就去找了市府里面的高层 表达他可能要退选的医院 他不想选 他爸爸一直叫他选 他这个东西在我们高雄基层 已经好几次就讲说 明天要开记者会 陈志忠要退选了 还有媒体都传简讯给我 但是什么 我都笑笑 因为什么 不管是谁 陈志忠不选 还有其他民进党候选 我出来选 我不能改变对手 我不能改变什么大环境 我能改变就我自己 所以我从四年前 三年多前当对手分裂我当选 我就知道说下一次不可能就会分裂 所以我要更认真 更用心去生根 这是我本身在三年前就采取了一个策略 所以赖瑞荣这个跟你这个对打 他的所谓的花妈的光环 你觉得对你的压力还可以应对 我觉得从我当过议员出来的 我认为本身来讲的话 纵使是行政系统的动员 那人脉就是那些嘛 我举一个例子 赖瑞荣当过海洋局的局长 他在初选的时候 有很多小港渔会跟高雄渔会的头头 站出来挺他 你知道挺他之前就打个电话给我 国政不好意思 对对对 因为你中国总管事 对因为我以前当过渔会总管事 那些人脉都是我可以 以前都是这个喝酒吃饭 因为理事会监事会晚都要开会聚餐的 他们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每一年要跟他们申请经会 很多的公民要经过海洋局 他们的老局长 出来选人情世故 我们一定要去开个会 甚至我跟寇寇姐姐你报告 有一些绿军是支持我的 承许的服选团队 他选市长的重要干部 在小港前阵 在立委选举会很力挺我 他就跟我说 怎么办 赖瑞荣的朋友来拜托他们 挺他初选 问我的态度 我说没关系啊 也不要让市长太难看 因为那个时候 那种民调真的是很不好 对 我说你们就初选 看你们支持谁 我不影响 因为这毕竟是民进党党那些初选 你们本来就是绿军的嘛 但是拜托你们就大选挺我 他说没有问题 初选他们来决定挺谁 大选一定归队 所以你 那这个东西里面就是什么东西 在任何一场记者会之前 其实他们都打电话给我 记者会结束也都会告诉我 甚至海洋局内部开会的讯息 都有官员来告诉我 那你今天泄露机密了 那那里面就知道你的那个人脉 但是为什么 我当过七年多的渔会总干事啊 所以从上到下里面 包括高雄的远洋渔越 尾鱼 游鱼 渔轮 泄鱼工会 最基层的泄鱼工人 我七年多在那边生耕 我怎么会跟他们不熟呢 好 这个国阵充满信心 我们在访谈当中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真的不简单 因为我碰到的高雄的很多的 这个绿营的也好 莱茵的政治人物 他们都会为你觉得很艰困的 好 我们从国阵的在地的经营 来看这个前镇小岗 这个选区的特殊性 那可是呢 高雄到底他的政治生态 是怎么一回事 陈局市长 他居然做到现在就有点 稳坐泰山的那种感觉 好像国之教母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进一段广告 请您分析一下 在高雄的陈局的政治实力 请您继续锁定 Coco早餐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我们请大的是国民奖 在高雄前镇小岗 所选出的立法委员 林郭正林委员 Coco早餐 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高雄前镇小岗 选出的林郭正委员 他住在高雄 每天坐高铁到台北 来开会 来做立法委员 你还要上一些政论谈话节目 做一些政策性的这种沟通 辩论 好像有的时候 也要跟Coco姐吵架 但是就是就是论事 就是论事 那然后就要在五六点的时候 再坐高铁回高雄 你几乎你是 你是通勤组 因为什么 高雄里面的老百姓 希望看到他的选序的立法 你晚上回去再做在地服务啊 需要 因为我们电话 我在高雄二十多年 我从台中的小孩子到高雄去 因为我的太太的关系 结婚我就在高雄 你太太是高雄人 高雄人 我那时候好像博士班 认识他 他就结婚 他说要结婚可以 叫我搬到高雄去 我就到高雄去了 那高雄这个地方里面的人情会很浓 嗯 那我三年多前 很多人认为说是对手分裂 对 所以我就告诉我一定要更深根 所以我下定决心 我无论如何 每天一定要回到高雄 所以我平均一天 一年呢 在台北住不到两天 除了有时候这么发布假急动员 半夜四点半 四点半要去首立法院的大门 那为了 有这样过 有过 有过 首立委要起过 那没办法 因为高雄没有车子 可以四点半上来嘛 我知道前一个晚上上来 所以你每天就 我每天 一报的时候 你都大清早在当地 然后还要坐高铁来台北 然后再赶快赶回去 我会上你的节目 今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六点出门 哦 谢谢 因为我们就要到委员会开会 对对对 那这些东西里面的高雄人 本身希望说 我可以随时找到 他的选出来的名义代表 那随时电话打过来 可以接到他的立法委员 所以你每天晚上回去了 还在服务处里面呢 这个 都不一定去服务处 去走他啊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最近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平安宴 很多 那长期支持你的候选人 那个选民啊 就希望说 像我昨天就跑了两百桌啊 哎呦天啊 但是这个 影不影响我的问证 不会影响 很多人说 你跑急诊跟问证 会不会冲突 不冲突的 不会的 很多的立委 在高铁车上 就是你做什么 做研究的时候 看资料的时候 在现在来回 四个钟头的高铁时间 就是你 现在平板一拿出来 里面 你可以在办公室里面 用赖的群组里面 随时保持住 问证的品质的那种确保 但是七层里面 你要让人民知道说 那要看到脸 对 再来就现在连立华委里面 你面临到了重大事件 他也想知道说 你选区的立华委 你的主张是什么 好 这个主张是什么呢 因为今天时间生涯不多 我只知道你是支持王金平的 你到底是不是支持王金平 王院长在高雄里面 扣扣写 你说陈局市长是民进党 陈局市长从当市长 每一年出世 一定到王金平入住老家 向王院长拜 年出世 农历出世 出三是国民党 出世就是民进党 陈局市长不是只有自己去 一定是带着市府团队去 我再跟大家报告 王院长是高雄本身 现在在政坛里面 位居要亲的 首屈指的一个所谓的国家行政大佬 过去在民进党时代 在现在国民党时代里面 蓝绿在高雄的政治后辈 对王院长都是相当敬重 因为王院长只要涉及到高雄的事情 他是不分党派 一定全力支持 所以高雄这一二十年来 在民进党执政的市长里面 很多的重大市政的经费争取 都是透过王院长去争取 在立法院里面 没错 都是透过他去争取 那王金平要不要选总统吧 这个要问他 很多人这样问你吧 我也不清楚 你没有问过啊 我没有问过他 所以那你未来怎么 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请问你 你现在做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你们的总统的参选人的 母鸡效应是不是真的很高 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啦 那但是他不是绝对的因素啦 我想大环境不利 对我们是一个伤害 那总统候选人强不强 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但这个东西 我们立委候选人不能去操控 所以你 我能够做的就是 我要认真去经营每一天这样而已 林国正很充满信心的说 他要自己做一个坚强的健康的小鸡 他意思是这样 最后只剩不到一分钟 国正他充满信心 在签证小港打选战 也有他的理由 我们也祝福你 谢谢佳洛杰 这个选举一定是一个正面的选举 现在蓝营的 氛围世纪这么低 你的林国正充满自信 已经很不简单了 对不对 一向生活就是这样 好谢谢你 谢谢佳洛杰 谢谢观听众 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为各位所介绍的VIP 是前镇小港国民党所提名的 下一届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他这个寻求连任林国正委员 明天早上各个早餐 我们要为您介绍好的书籍 请您继续锁定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